最近加拿大和美国的多家主流媒体同时向所有居民发出了一则警告 警告的内容直指一个外来入侵物种 Giant Hogweed俗称大猪草 虽然乍一听这个名字有些许的可爱还有些许的魔幻 但实际上这可是个十足的大妖怪 对人类的伤害可以说是立竿见影 由于今年的夏天尤为炎热 同时这个季节的日照也极为充足 这就给大猪草提供了优越的生长环境 科学家们介绍 这种植物原生于俄罗斯境内的黑海和泥海之间的高加索山脉 估计是飞鸟和水流带来了它的种子 种子生命力很顽强 落地后十年内都能够破土发芽 这种植物在美国各州威胁着民众和游客的生命健康 仅在纽约州它的分布就十分的吓人了 除了纽约州外 距离不远的加拿大多伦多周边也遭了殃 安大略省的交通机构Metrolinks 向所有当地居民发出了警告 称在Done Valley地区发现了一种危险植物 尤其是在多伦多的公园内 发现了大片的巨型猪草 说了这么多 那大猪草到底有何杀伤力呢 这就要从它枝干内含有危险毒素的清澈液体说起 一旦人的皮肤接触到这些树叶 然后暴露在阳光下就会被严重烧伤了 接下来便会出现极度疼痛的水泡 Metrolinks的环境安全经理Emily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巨型猪草很容易传播 并沿着路边沟渠和溪流生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立即向安省入侵物种部门 报告了这些事件 我们正在积极努力地清除这些植物 当地市政府表示在多伦多的许多公园和小径上都发现了巨型猪草 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尝试地控制它 该市建议居民不应该试图自行清除这些植物 而应拨打311市长电话 市政府发言人Alex说 市政府工作人员会定期监测公园 步道和绿地 是否有危险和入侵植物的物种 并在必要时采取行动 包括将其移除或安装警惕的标志 该市将清除在铁柜和步道边 一米范围内生长的巨型猪草 市政府表示 生长在一米范围以外的自然环境区域的巨型猪草 通常不会干扰到人们 也会为周边的野生动物带来益处 大猪草是一种长得很高的植物 它从根到茎到叶子到处都有毒 人体若接触到大猪草的液体 以阳光产生光合作用 红肿严重会导致三脊烧伤 肾血最后还会流疤 更棘手的是 如果过敏情况严重 甚至会出现死亡的情况 这种植物对人体造成的伤害虽然很大 但是它却长着一张漂亮的面壳 因此大家常常会忽视它给的危险 大猪草的奶白色枝叶被皮肤吸收后 一旦接触到阳光 就会出现一种叫植物日光型皮炎的症状 这些伤口会出现对阳光过敏的反应 快的话15分钟就会长出水泡 同时还会流疤 如果接触到眼睛 那就更麻烦了 轻则可能灼伤眼睛 严重的话会导致失明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都开始告诫人们远离这一危险植物 并且在有大猪草的地方竖起了警告牌 告诉人们小心这种巨型植物 因此各位小伙伴们在旅游或者出门散步时 遇到这种植物 一定不要觉得花朵好看就去触摸 好看的东西对人们的伤害 往往是无法预计的 因此如果对某种植物或者动物没有足够的了解 千万不要尝试去触碰它们 如果不小心触碰了大猪草的叶枝 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自救 接触到大猪草的叶枝后 要及时用冷水冲洗 然后用冰符 严禁接触阳光 如果一定要出门的话 也最好有防晒措施 千万不要弄穿水泡 避免细菌进入水泡 若出现轻微反应 可涂皮肤敏感的药膏 药房有脉的醋酸铝混合溶液 可以减轻皮肤受到刺激 如果不小心之夜进入到眼睛 立刻用水冲洗 之后戴上墨镜防护 如果接触后的后遗症比较大的话 例如出现发烧或红肿的地方蔓延得很快 就要赶紧去看医生 或者到急诊室求诊 北美地区的植被非常的丰富 大家尽可远观 切不可沾花惹草 最后伤害了自己 可就不值当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